Y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讲的topic就是fasting 齋戒月 较早前其实我都拍了两条讲乌都语的片 其实很多香港的粉丝都听不明白 都很appreciate 多谢你们的留言 有些人说帮我做字幕 有些人说翻译 appreciate that 多谢你们先 讲回fasting 齋戒月 其实齋戒月就是我们伊斯兰教 一年一次一定会做的动作 今年其实早了 5月底已经开始了 过往其实我都是9月才齋戒月 但是今年就快了 but anyway it's not a big deal 齋戒月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伊斯兰教徒 不一定要巴基斯坦人或者印度人 总之你的宗教是伊斯兰教 那你就要做这一个的这个叫做Holy Month的一个fasting 那我身边也都有华籍的伊斯兰教徒都是会守齋 那齋戒月其实我们比较特别一点的 我们不是说吃齋戒月 我们只不过是每一天的凌晨4点前呢 凌晨4点前就一定要完成第一餐 吃完了 那接着就全天就不喝水不吃东西的 alright 那一直去到夜晚大概7点3的位置 那就可以吃东西喝东西的 那接着吃完饭之后就都在洗澡啦 接着去清真寺拜神 你不去清真寺拜神不要紧要在家里拜都可以的 那如此类推 Keep this moment for one month 那一个月啦 那其实我自己都enjoy的 is quite good not bad 那减不减到肥呢 真是一人二二啦 因为很多好像我这些这样的人呢 一开齋就大鱼大肉 又吃煎炸东西 那其实都是好看自己那个的momentum啦 好看自己怎样去控制自己的食欲的 那所以那我已经用广东话拍回 跟大家说什么叫做fasting啦 那就多谢大家收看啦 See you guys in next video Peace